欢迎来到奶爸套利 我是脑狐 本期视频呢 说一下杜高斯贝新出来不久的这张银行卡 杜高斯贝这个银行账户的话 我之前已经有一期很详细的视频 需要的视频下方的链接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张卡 在账户后台里面点这个银行卡 这个地方有一个订购新的预付卡 我们可以选择 它卡的话 只有这个外石达 货币的话 支持瑞士法兰 欧元和美元三种 我们选美元 然后装运的话就运输嘛 UPS运输的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运输的这个价格是25 瑞士法郎 就是寄过来 寄到我们这 寄到我们手里的运费是这个 然后点一下确认 ok 这样我就成功预定了 然后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这张卡的费率 呃 首先这是官方的费率表啊 首先左边这个度高斯贝卡 你可以看到这个实体卡 虚拟卡 这个其实是老卡了 就是 之前我办的就是这张实体卡 然后 之前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 它已经 停止合作 这一套卡已经关掉了 所以这个 它原来的卡是有月费的 这一套 它其实已经 关掉了 没有这个卡 它这个地方没有更新 现在的话 最新的 它只有这一张实体卡 首先它是没有月费的 但是也就这一个优点了 我觉得 因为它后面的 汇率非常坑 首先币种刚才说了 瑞士法郎欧元美元三种 然后卡费的话 其实就寄过来的运费 通过ups给你寄过来25瑞士法郎 按照现在的人民 汇率的话 应该是170多人民币的样子 我其实本身 办这张卡的需求不是很大的 就当几个油吧 然后下面来看一下 这是从银行 转到这张卡 居然有费用啊 有0.75个点的费率 并且你的钱转到银行卡 你之后是不能转回来的 单向的 然后 购买是指你用这个卡进行每次消费 它都有手续费的 一块钱的手续费 就是各个币种的一块钱嘛 这个就很坑了 我消费居然每次都有一块钱的手续费 这一点实在是太坑了 然后在瑞士的atm取钱的话 每次有5块钱的手续费 然后在这个 瑞士境外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 取钱的话 每次有7块钱的手续费 外汇标记 因为我不玩外汇 所以这个我不清楚 退款费 我说了一下 大概就是说你用这个卡消费了 或者支付了 如果产生退款的话 它居然还有这个 这个20法郎的退款费是100多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很坑了 当然 当然其实老板这个卡也有这个退款费了 当时我可能没有注意 卡上的最大余额 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不会在这个卡里面存这么多钱 总体来说 这张卡的话 如果是想长期用的话 是这个费率是很尴尬的 很高的 但是如果是你的 卡片比较少 或者说你压根没有这样一张境外卡 你花100多块钱的这个 快递费 拿一张回来放着 备用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免月费的嘛 然后因为 因为它可以在国内取钱 虽然它没有把这个明确的 这个每天的限额和 和每个月的这个曲线的限额 说出来 后续我拿到卡之后 我再去问一下客服吧 在直接这个在境内取钱的话是不占外汇额度的 并且一般来说是按照 通用的实时汇率给你取 所以这一点 取钱这块的话其实还可以 但是这个消费每次都有一块钱的手续费就很 很不理解了 我觉得这个费率简直是 太坑了 简单 就带大家 看一下这个卡的情况 杜格斯费这个账户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是 不错了 是少有的这种 全套真实资料 地址都用过来都可以申请的这种银行 境外银行账户之一 并且门槛的话就是一个护照 我觉得 虽然他 有一些坑点的时候 我觉得 相对于他的门槛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了 OK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